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华为您介绍这个小时的新闻 一华 好的 谢谢萧询 新闻首先我们一起先来关心 美国国务卿克里 敦促国际社会对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 采取强有力和可靠的应对措施 克里星期三在国务院对记者说 如果不对朝鲜做出坚定的反应 就可能损害全球和不扩散努力的可信度 克里说不能允许朝鲜和伊朗 采取这种无所顾忌的行动 美国相信伊朗正在试图获得核武器 平壤星期二清晨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 专家认为这是朝鲜朝治成为一个核武国家 迈出的关键一步 星期三 奥巴马总统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电话中讨论了朝鲜核试验的问题 白宫说 奥巴马重申了美国致力于保护日本的立场 白宫还表示 奥巴马和安倍晋三将一道争取联合国安理会 针对朝鲜采取行动 针对朝鲜进行核试验仪式 日本防卫大臣星期四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日本有权发展先发制人的攻击能力 详细内容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BOA卫视的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表示 有鉴于安全环境的转变 日本有权发展先发制人的攻击能力 当有证据显示敌人有意图攻击日本 而且威胁迫在眉睫 日本别无选择时 法律容许日本攻击敌人的目标 但在另一方面 考虑到日本以和平为导向的外交政策 目前日本政府不准备发展先发制人的攻击能力 不过我们必须严密监控区域内安全环境的转变 如果有任何迹象显示 日本正准备发展应对朝鲜核项目的能力 都可能会让邻近的中国与韩国感到担忧 过去中韩两国都曾对日本可能扩张军力 做出强烈的反应 小野四五点认为 说日本政府考虑要改变现有的外交立场 为时尚早 但是必须维持这个选项 此外小野四五点不愿回应 是否解除日本在盟国遭受攻击时 出兵共同防卫的禁令 而针对中日两国最近因为岛屿争端 急剧升高的紧张情势 小野四五点说 他希望中国与日本设立热线 或其他的沟通渠道 防止双方在东海发生意外冲突 去年九月 日本购买这些有正义岛屿 并将它国有化之后 中日关系急剧恶化 这些岛屿日本称之为尖阁诸岛 中国称之为钓鱼岛 我们一直努力建立一个海上的沟通机制 包括从政府高层的热线电话 到那些部署在外的船舰和战机的直接沟通 我们一直在不同的工作级别上 就此进行讨论 希望可以尽快付诸实行 中日双方都曾派遣战机 并出动海上巡逻舰在有正义岛屿附近巡航 各界担心中日紧张关系 加方生意外的冲突或引起更大的事件 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星期四报道 三艘中国海间船星期四 在有正义岛屿约13海里处 从西向东进行巡航 根据报道 这是中国新年假期巡逻任务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另一方面 韩国星期四展示了一种新型巡航导弹 韩国军方官员说 这种导弹能够在任何时间打击朝鲜的任何地点 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后 韩国军队提高了戒备等级 朝鲜的核试验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 并导致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升级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说 这种新型导弹极为精准 目前已经正式进入部署 韩国国防部没有说明这种导弹的射程 但公布的画面显示了从潜艇和驱逐舰发射导弹 并准确命中路上标靶的情形 韩国去年与美国达成一项 扩大韩国弹道导弹射程的协议 首尔说 这对于抗衡平壤日益增长的武器威胁是必要的 朝鲜星期二进行核试验后 美国向该地区的盟友重申 美国致力于保护其安全 奥巴马总统星期三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电话交谈时 保证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 在尼泊尔首都自焚的一名藏族僧侣 因为伤势过重而死亡 他以自焚的方式来抗议中国当局的统治 加德满都的医院人员何警方说 这名二十多岁的男子在星期三死亡 在此之前几个小时 他在一座佛教民寺附近自焚 尼泊尔人权组织的苏蒂普帕塔克 曾经获准进入医院探视这名自焚者 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位不知姓名的僧侣 身体烧伤的面积达百分之九十六 四年来 这位僧侣是以自焚方式 抗议中国当局对西藏统治的第101位藏人 新闻最后 南非警方拘留了奥运竞赛选手皮斯托利斯 此前一名女子在比勒托利亚 她的家里重担身亡 警方星期四拘留了现年二十六岁的皮斯托利斯 并说在现场找到了一把九毫米口径的手枪 有关当局没有公布这名女子的姓名 以及她与皮斯托利斯的关系 当地媒体报道说 这名女子是皮斯托利斯的女友 在去年八月举行的伦敦奥运会上 皮斯托利斯参加了400米跑步的竞赛 成为参加奥运会竞赛的第一名双腿截肢的选手 皮斯托利斯出生时 双腿的小腿没有肥骨 她依靠碳纤维制造的一支跑步 因此被称为刀锋跑者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 VOA卫视更多的精彩节目 现在我们要把镜头交还给主持人 萧寻 好 谢谢一华 各位呢 在稍后为您播出的新潮USA的栏目中呢 我们要为您介绍在华盛顿郊区一所学校的一位老师 如何利用rap music 也就是年轻人喜欢的饶舌乐 来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 好 稍后片刻呢 我们为您介绍来自美国国会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收看的是我们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为您现场播出的VOA卫视 朝鲜核报至中朝有意陷入尴尬的境地 在这个小时稍后的时事大家谈 我们将邀请您共谈中国会否重新审视 并且调整中朝之间纯齿相应般的关系 欢迎您在节目开始之后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国际长途电话 400 120 051来参与讨论 接下来呢 我们为您介绍来自美国国会方面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主席 罗杰斯和资深议员鲁珀斯伯格 星期三再度提交了一份网络安全法案 希望以立法的方式来应对来自中国 伊朗和俄罗斯的大规模的网络间谍 以及攻击行为 有关详情 请看VOA卫视记者林峰的报道 全称为网络情报共享与信息法的这份网络安全法案 去年4月曾在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 以248票赞成 对168票反对获得通过 该法案提出 联邦政府应把获得的机密网络威胁信息 共享给民间领域 帮助美国企业更好地进行防范 同时美国企业和民间机构也可以在自愿的前提下 将所获的网络安全信息共享给政府 然而这部法案后来未能被民主党掌控的参议院采纳 理由是法案的部分内容涉嫌侵犯美国公民和企业隐私 白宫也曾表示 如果法案获得国会两院通过 奥巴马总统也会以同样的理由否决该法案 但上周日刚刚公布的2013美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称 美国已经成为大规模持久网络间谍和攻击活动的目标 而最猖獗的网络间谍和攻击行为来自于中国 网络情报共享与信息法的联合起草人 来自密西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罗杰斯 和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鲁珀斯伯格 周三再度提起这份法案 两人稍后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介绍这份法案时表示 应对网络间谍和攻击行动 保护美国经济利益刻不容缓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猖獗的行动 比如在网络间谍方面 中国这样的国家以惊人的速度剽窃知识产权 得到后改换一下再用他们剽窃到的技术 去和研发这些技术的公司竞争 据估计美国去年因商业机密被盗 损失了3000多亿美元 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这方面搞得最大 他们甚至入侵我们的化肥公司 随着事件的进展 今年的情况和去年有了很多不同 现在美国遭受到更严重的网络袭击 不仅是3000多亿美元的损失 而且我们的华盛顿邮报 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都遭到黑客攻击 拿纽纽纽约时报的例子来说 中国黑客攻击纽约时报 是为了知道纽约时报的线人是谁 让中国不至于被负面报道搞得一面 奥巴马总统也在周二晚上的年度国情资文演讲中 提到网络安全的紧迫性 美国必须面对极具增长的网络攻击方面的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早些时候 我签署了一份新的行政命令 通过增加信息共享 制定保护我们国家安全 就业和隐私的标准 来加强我们对网络攻击的防范 有专家指出 网络间谍行动和袭击 给美国构成的损失 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0.1%到0.5% 有鉴于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预计白宫和国会将会就此法案的通过加强合作 VOA卫视林峰 于阳 华盛顿报道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来了刚才这则电视报道的制作者 VOA卫视的记者林峰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欢迎林峰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你参加了这次这个研讨会 你见到了这个提案的这个提出者议员 然后请你谈一下 你在这次这个研讨会中了解到 美国在这个网络安全方面呢 目前面临什么样的这个挑战 这两位议员都表示就是说 美国现在在网络安全方面面临的非常严峻的挑战 因为就像其中一位议员就说呢 说在我们谈话这个时候 就在发生这个黑客入侵美国公司 或者是政府或者军队的这个电脑系统 这意思就是说无时无刻 无时无刻都在发生 而且现在的两个趋势 一个趋势是比如说像 来自中国的这个网络攻击 它主要是窃取这个商业机密 窃取一些这个公司的计划等等 还有一些在一些重要的能源 比如说金融啊 这个能源 还有像IT航天等等那些重要的领域 那么像来自一些 像来自一些伊朗这样的国家的这个攻击 就更为可怕 它的可怕性在于 就是它黑客在入侵了以后 它会把你的电脑程序完全毁掉 这样的话就毁掉以后的话 会给美国的一个经济 还有这各个方面造成非常不可估量的这个损失 所以大致来说 从来自这个所谓中国方面的这个网络的 这个这种侵入的行为 大多是属于这种商业方面的 这种商业简谍行为 没错 以商业方面居多 但是另外就是像我们最近刚刚 就是前部就报道了 就是说这个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 还有这个华盛顿邮报 都遭到了黑客的入侵 那么他其中一位议员就提到说 黑客 中国黑客来这个黑这些网 这些报社的网站 主要是想看一看 他们是怎么拿到中国的信息的 要找一找线人的信息等等 这些案例是有一些政治背景在里面的 对 那么在这一次这个提案当中呢 他主要谈及哪方面的这个内容 给大家介绍 这份提案实际上是去年的四月份 已经获得众议院通过了 但是呢 由于这个部分内容是涉及到一些 涉及这个侵犯公民隐私的这种担忧 所以呢被这个在参议院搁浅 那么奥巴马总统当时也提到说 如果你的这个提案 就是原封不动拿到我住战 我会把它否决掉 主要内容一个有三方面 一个就是说联邦政府把这个机密的这个信息 网络安全信息 分享给民间或者是公司 第二个就是说 公司呢 也可以把他们得到的这个信息 分享给政府 第三方面就是这个比较有争议的部分呢 就是说公司呢 在保护自身这个网络安全的同时呢 它采取一些行动 比如说它把这个一些信息 分享给其他的公司 或者分享给政府 它可以免责 所以这方面就是美国的这些民间组织 还有一些民权保护组织比较担忧的 就是说这么做的话 是不是政府的权力过大 或者是公司在侵犯个人的这个隐私的时候 可以得到保护 有一个保护伞 是 你刚才谈到了 这在前一次没有办法通过 涉及到这个公民隐私问题 刚才你又提到了 就是有一些这个权力 这个公民权力机构 提出一些担心 那么展望这部法律的这个未来呢 你认为最终获得通过这个奥巴马 这个政府的态度这方面有什么样的 我想这个去年没有通过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去年我们都知道这个两党的这个恶斗 就是说这个党派政治非常严重 那么这个法案是由共和党的这个众议员提出来 所以就遭到这个参议院和奥巴马总统的反对 那么今年的话 这个就像两位议员在片子中说到的 就是说美国受到的这个网络威胁非常非常严峻 那么奥巴马在国情资文演讲中也提到 就是说我们要加强这方面保护 那么他已经就是说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 在没有法律的前提下 由他这份这个白宫的行政命令来保护 来鼓励这个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那种信息共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么严峻的这个前提下 两党还有这个国会还有白宫会加强合作 好的我们看拭目以待 看这个法案的这个未来通过的命运如何 再次感谢林峰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给大家介绍这一部刚刚提出的提案 那么各位呢 请稍稍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是我们的新潮USA的时间 接触信息的脉动 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 我是樊江明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现在是新潮USA的时间 为一年IBM公司都要全面的审视新出现的科技 确定五项 他认为在未来五年时间能够改变世界的技术 这项研究报告成为五年五大创新科技年度报告 过去呢 IBM曾经特别关注手机 3D影像 交通系统和能源科技带来的改变 今年的IBM的新名单上的智能产品 将延伸到人类的感官 接下来请感报道 是想在网上买衣服 你能通过触摸手机或计算机的屏幕感受衣服的质地 IBM副总裁梅耶松说 这种触摸仿真科技在五年内将投入使用 我的意思是 重新创造电脑运作的模式 人和电脑互动 不久后 智能机器就能通过聆听环境音 放大我们最想听见的声音 比如先进的声音辨认系统 可以告诉父母 婴儿为什么在哭 孩子是饿了 病了 还是觉得孤单了 这种分析功能现在没有 但只要有足够敏感的系统 就非常有可能 不久的将来 个人电脑将扩大现有辨认图像和视觉数据的能力 电脑内装照相机能分辨颜色 理解视觉媒体传达的信息 就像把家庭照片分类 智能机器还能闻味 如果你像电脑或手机打喷嚏 内签式的微感应器就能分析 你喷出来的数千个分子 它可以警告你说 你现在可能还没觉得病了 但你已经被感染 得立刻去看医生 IBM科学家也正在研究 肠味道的系统 厨师可以用这个系统来创造新菜式 这个系统把菜里的成分分解到分子大小 然后混合起来 产生最受欢迎的味道和气味 甚至还可以帮我们注意饮食 控制腰围 它可以向你推荐爱吃的食物 同时又监督热量上限 不管你是在脂肪 还是在胆固醇上有限制 它会在最好吃和最营养之间 取得平衡 乔治城大学电脑科学教授 马卢夫说 IBM名单最令人惊现的是 这些微小智能设备的功能强大 我认为这个名单令人惊艳的是 怎样把这么多精密的 用于听觉或视觉的电脑程序 植入小巧的移动装置 马卢夫说 未来五年 电脑科技的进步 将把科幻小说的情节 变成日常生活 继续收看VoA卫视的新潮USA 怎么样让学生积极的参与学习 对所有的学校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华盛顿郊区里所学校的一位老 是找到了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 一个窍门 他用饶舌乐 也就是rap music 来帮助学生学习数学 对于那些英文不是母语的学生来说 这个创意就更有帮助了 请看报道 这段录像里讲话的是 数学老师斯格特 参加表演的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 看录像不是教程的一部分 但是对斯格特教的数学课程来说 看录像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斯格特是华盛顿郊区的布莱尔高中的老师 我用说唱音乐来讲课 因为这能吸引学生们 也因为音乐有助于记忆 因此说能够想出一段说唱音乐 表演给学生们看 帮助他们记住方程师 斯格特是三年前开始把说唱 搬到课堂上来的 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制作了九段录像 其中一些在YouTube上非常火 好几万人看过 整个过程很有意思 学生们也都很喜欢 近年来 斯格特还特别留心帮助那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 他们刚来的时候 语言水平达不到标准 常常因此而被编排到非常初级的班上 一些学生因此而丧失了信心 干脆就不来上课了 我决定集中精力帮助这些学生 他们当中有好多人 其实非常有能力 萨南一家 两年前从西非国家布基纳法所来到美国 斯格特老师制作的一段录像里就有他 在制作这段录像之前 我根本记不住二次方程式 老师把录像制作完了以后 我听了一遍 就记住了所有该记住的 而且总也忘不了 这个过程挺好玩的 我现在上代数课就能用上这个方程式 伊普拉金去年从伊拉克移民美国 他说斯格特老师教的数学 他觉得容易学 我刚来的时候数学特别不好 跟斯格特老师练习之后 成绩提高了很多 他还让我夏天到优等班上去 我现在成绩不错 内心也挺自豪的 布莱尔高中的校长约翰逊 对斯格特老师特别支持 他还显身说法 在斯格特老师制作的录像中 客串演了一段 斯格特老师特别能启发和鼓励学生 他热爱教书 他不仅用说唱来帮助学生教数学 而且是我们学校的摔角教练 而且还是全国优等生协会的一个地方负责人 同时还是客与体育项目的负责人 斯格特去年被马以兰州的蒙哥马利县政府 评为杰出教师 还被一个美国民权组织 评为2011年最佳教师 斯格特老师说 他的目标是让数学成为学生们喜闻乐见的一门课 他说这可以帮助学生们今后上大学找工作 好 对一些黑人女孩来说呢 华盛顿地区一所特殊学校 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这些女孩子多数来自贫困家庭 在美国一家四口 如果年收入在三万五千美元以下的话呢 这个家庭就被定为贫困家庭 在这所学校里面念书的女孩子们 他们周围的人 很多人在初中就辍学了 但是到这所特殊学校 念书的女孩很少有辍学的 而且到这里来上学的经历 有可能改变他们的人生 今天新潮USA的最后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 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学生来到学校以后先做祈祷 然后开始上课 华盛顿女子中学是天主教学校 一百名学生都来自低收入家庭 而且家庭背景一般都比较复杂 很多家庭都是妈妈和姥姥 一个人带着孩子 开办学校前 我们先考察了周围地区 布尔东修女 在14年前开办了这所学校 学校大多数费用 包括学生一年一万五千美元的学费 都是募捐来的 联邦政府的免费午餐项目 让这些孩子每天都能吃上一顿热饭 学校周围住的居民当中 很多女孩未成年就怀孕了 而且很多女孩很早就辍学了 我们就是想在这样的地方办学 在那些女孩子上初中的时候 就能够对她们有一些影响 走进她们的生活 帮助她们成为健康快乐的成人 布尔东修女说 孩子们入学的时候 往往要比他们年龄小一级的班级 没有学习动力 一开始先要保证 老师能够让学生们 对课业有兴趣 每个学生都受到老师的关注 每个班的学生人数不多 这样老师只能一对一地帮助学生 如果能和孩子们沟通 而且他们愿意跟我说话 那对他们用功学习会有好处 而且让他们觉得 无论是在数学或在生活方面有问题 都不会感到不好意思问 吉尼现在学习很好 她未来想当个医生 在我以前上学的地方 设施没有这里全 而且我也没有感觉到这么多的关爱 在这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都很高 老师的期望也很高 马盖拉学得也很好 三天前刚来的时候 她很害羞 没有自信 现在呢 她非常好学 在这儿 我觉得面对挑战 我不觉得我受的教育是最低级的 也不觉得这里配不上我 这个环境 促使我尽最大的努力 马盖拉说 学校让她感觉对未来和自己的梦想 有希望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像这样的学校 因为这里给你提供很好的教育 而且还能够把你的潜力发挥出来 在华盛顿女子中学 97%的学生都能从高中毕业 相比之下 华盛顿地区的公立学校里 学生高中毕业的比例还不到50% 这所特殊学校 无疑在帮助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女孩子们 实现梦想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金的 VOA卫视 中国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 引发的一场空前的大饥荒 在数千万民众 食不果腐在饥饿中死去的同时 各级官员的状况如何呢 在今天稍后的解密时刻栏目中 将带您探讨在这场 充满欺骗的灾难中 各级官员们是欺骗者还是被骗者 那种流传盛广地将这场灾难 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的说法 又是否能占得住脚 不过呢 稍后片刻 我们先请您参与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对于使用iPhone或者iPad的观众 您到苹果应用商店App Store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下载并安装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安装美国之音的英语学习应用程序 如果您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设备 请到Google Play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中文新闻的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英语教学应用程序 您还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网址是VOACHinese.com 好 欢迎收看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栏目 中国在朝鲜核武器问题上表现出趋盈的迹象 而平壤方面也强硬地表示将继续进行他的核项目 这使得意向被称作鲜血凝成 牢不可破的中朝友谊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中国会不会对这个不听话的盟友出手 在纯尚伟王而迟疑感含义的现状之下呢 中国的新任领导人会采取什么样的战略调整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 我们邀请您和我们的嘉宾一同来谈一谈 纯尺相一般的中朝关系何取何从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 首先介绍一下在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海涛 你好 海涛欢迎你 小薰你好 另外我们还特别邀请到 人在香港的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 马先生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的讨论 马先生您好 马先生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邀请各位发表意见或者提出问题 请您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国际长途电话 400120551来参与讨论 好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国方面 在对待这个朝鲜 这个核武器问题上的这个态度的转变 海涛 你之前写过相关的这个报道 请给大家谈一下 就是在这次第三次这个核实验之前呢 中国的这个官方的媒体报道 已经显露出这个警告朝鲜的这样一个态势出来 吉祥出来 你给大家先介绍这方面 对对对 那么在12号那个朝鲜核实报之前呢 其实前一段从这个近月二月以来就不断有报道来 特别是环球时报呢发表了几篇文章 其中的措施都非常强硬啊 那么有一篇这个报道 它是这么说 它是一篇社评还不是一般的报道 它有一篇社评它是这么说的 它说这个中朝友谊啊 我们中方是非常真实的 但是朝方也需要真实 如果你们这个一概强硬的话 你们可以对西方强硬 但是不能对着中方强硬 你这个对着中方强硬的中国的老百姓是 无论如何不买你的账呢 这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前一段那个朝鲜那个朝中社呢 他发表了几篇这个声明也好 社评也好社论也好呀 还是等等 那么朝中社大家都知道是朝鲜劳动党的 它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喉舌 那么他发表的几篇东西呢 有几篇就涉及到了中国 有几篇是寒沙摄影的 不指名道姓的批评中国 那么这种迹象呢 中国当然注意到了 所以我想这就是后来 为什么在核爆之前 中国的好多媒体 特别包括环球时报这样的媒体 也发表社评来批评朝鲜的主要原因 好 那马鼎盛先生 我们想请您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对于中国来说 在朝鲜方面 做到什么样的地步 有没有一个这个红线或者底线 对于朝鲜来说 他们对在如何处理 或者对待这个中国方面 对他们敲打的这样一个方面 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底线 在朝鲜这么多年来 这个有关核式和大功率火箭发射 等等这些动作 已经大大的超越了中朝之间的底线 因为如果说中朝曾经是有这个盟国和盟军的身份 那么就要顾及到双方的核心利益 伊尔在战尔三的搞核实验是非拿到这个导弹核武器 不可 想拿这个来这个核捆绑东北亚 甚至核捆绑中国 这个中国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刚才那位嘉宾所说的非常对 对中国这一次已经是公开不客气了 你别以为这中朝友谊对我很重要 对你更重要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想撕破脸的话 我的伤害是很小的 而且那个文章里边还说的很清楚 是我有很多的这个修复这种这个创伤的办法 而你没有 这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你要动武的话 你就完蛋了 你彻底完蛋了 而中国只受伤害而已 你别以为可以核捆绑中国 这就是中国的底线 主持 好的 谢谢马李生先生 我们看到 其实呢 说到这个唇王齿痕这个独语呢 是来自于春秋时期的一段这个议事 不过呢 在中共建国之初呢 我们看到这个 是不是因为中共当时的这个 总理周恩来先生提出过这个 唇齿相依这样一种中朝之间的这样关系 我记不大清楚了 因为这个关系呢 就是说中国和朝鲜这种关系呢 因为当时那个五十年代初期那场韩战 就是中国叫朝鲜抗美援朝 西方叫韩战 那场韩战呢 因为中国由于总统原因呢 和这个金日成他们那个部队 这一方面卷在了一起 然后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打了一场非常残酷的三年的战争 那么这场战争当中呢 中国人大概都资源军入朝大概死了 还有几十万 还有相关的什么后勤 连毛泽东的儿子 也在那场战争中被这个飞机炸死了 所以打过这场仗之后呢 中朝两国就一直是认为是 我们都鲜血流着了一起 同志家兄弟 你受到了这个西方的迫害也好 你受到了韩国的挤压也好 你受到了日本的打压也好 对不起 我们这个有这个中国在后面给你撑着 这就是刚才呢我想请这个马底胜先生 就谈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呢 有两派 一派认为呢 就是说朝鲜这个屏障 我们还不能放弃 像马底胜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呢 就认为你对我们不客气 我也对你不客气 你何时报触犯了我们的核心利益 对不起 我们要保回我们自己的核心利益 但是何时报对朝鲜来说 你从朝中社发出的社论来好 看他们认为何时报是我们朝鲜的核心利益 那么张三的核心利益 对准李四的核心利益 这要什么叫谁来的核心利益 A对B 那叫谁来的核心利益 那么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呢 像上海的教授沈丁丽先生 他们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 就是说 我现在我们中国 我们不能放弃这个朝鲜 它作为一种buffer 它作为一种缓冲地带 如果我们朝鲜没有了 那么韩国直接过来 把这个边界推到这个 这个长白山 这个图门江 吉林 辽宁这一带 那以后对我们的中国的压力就太大了 我不知道 我想请马帝生来谈谈这个看法 这些中国学者 特别像沈丁丽先生 我以前和他谈过 他又谈到这一段 好的 马先生请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我也和这位先生当面谈过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从1950到1953 这次韩战来讲 中国是傻了 这一帐根本就不关他的事 也没有纯堂齿王这么一说 当时毛泽东就是说 如果是不管 那这个美军就会逼近亚禄江 那么中国东北就会麻烦 这种说法呢 根本不成立 因为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我们很清楚 美国根本就没有打中国的意思 当时美苏争霸的那个焦点在欧洲 中国呢又穷又破 谁要啊 美国根本不要 美国已经在这个 蒋介石战争的时候 已经放弃蒋介石了 这事实完全说明 没有这么 美国要进攻中国 要借这个朝鲜半岛作为跳板 这么一说 这种说法呢 是不存在的 到今天来讲的 这种说法更为荒谬 因为现在已经是这个电子时代了 已经是信息化战争时代了 说白了 如果万一 这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但是万一如果中美动武的话 美国那个信息战 美国那个导弹 美国那个雨晶战机 一下子就赶手了 就点穴了 就直接奔北京了 直接奔中国的腹地了 哪里用通过朝鲜半岛打陆地战争呢 这种说法就根本连尝试都没有 所以存亡齿寒 拿着这个朝鲜这几百公里 当一个缓冲地带的这种这个战略思维呢 是停留在机械化战争时代 停留在冷战时代 是非常愚昧的 其实我看那个西方媒体一些报道 还是把这个这一点列为 这个中国当局在这个问题上 三思而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除此之外呢 他们也担心如果这个金家政权 一旦垮了的话呢 很有大量的这个经济难民 会涌入到中国的这个东北地区 现实的这个经济方面 这个您怎么看 马先生 难民问题更不是一个问题了 一个国家有他自己的尊严 你要是乱你拿难民来威胁我 那好办得很呢 我三个机械化师在那呢 我马上就开过鸭鲁江 在鸭鲁江建设一个 二三十公里的缓冲带 你有多少难民 你在这儿 我给吃的给穿的 你绝对这个联合国在这儿 可以设立一个难民区 但是你绝对不可以过鸭鲁江 过鸭鲁江我就打你 这是中国的核心地益 刚才不是提到了朝鲜有朝鲜的核心地益 中国有中国的核心地益 这非常对 但是我得请问一句 你是朝鲜人 你还是中国人 你要是中国人 我就守着中国的核心地益 我不管你朝鲜 韩国 日本 美国 俄罗斯 谁他们侵犯我 我就干谁 这就是中国的立场 我管你什么你的核心地益 哪里有什么同志家兄弟 核心地益只有一个 国家就是自己的 民族就是自己的 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清楚 他连中国人都不配 不配做 我要说中国学者 说完了 好的 那么现在还请简单谈一下 你据你分析或者是看这个问题 现在这样一个走势呢 中国当局 尤其是新的一个领导班子上台了以后 会不会在中朝关系的 以往的这种既定政策方面 会有一些转向 我不知道这个习近平呢 这个在这个什么 这方面什么样的看法 但是习近平的这个七个常委班子当中呢 最起码有一个张德江 还是唯一一个在海外留学的 是在建成中和大学留过学 他的朝鲜语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他只在朝鲜留学两年 1978年到1980年 留学两年 那么但是无论如何 他这是七个常委当中 唯一一个懂外语的 唯一一个 不能说唯一一个懂外语的 唯一一个在海外留学过的 在朝鲜留过学的 那么他到底 对朝鲜采取一种 什么样的政策呢 不过看最近几个月的这个表现呢 从中国的媒体来讲 中国的这个民间的这个舆论来讲 比方说刚才那个马先生提到这个问题 比方说缓冲区不是个问题 难民如果不是个问题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朝鲜的毒品和假币 假钞流入中国的问题 这以前呢就是有很多的报道 但是中国的媒体呢 一般都押入不报 只是说境外的什么什么 如果出现了造假币的这个板 就是机器啊 以前是台湾的 它指出来 后来朝鲜的不指出来 它说这是境外的 但是实际上呢 朝鲜是想通过这种造假币来 影响中国另外一个很大的经济命脉 金融安全问题 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如果朝鲜破冠 破摔 你制裁我 对不起我 就更加变本加厉的制造这个假币 中国怎么办呢 好的 对不起 我们先抓起时间来听两位观众的电话 辽宁高先生 请讲 高先生你好 海涛好 你好 马先生好 你好 这个 北韩政府 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 他怕你再去中韩中朝边境几十公里处你搞地下核实压 这就是要戳中国政府下水 拿这个十几亿中国人民的生命半儿子 他怕美国把外社走入 所以在中韩中朝边境一带你 就要把中国给捆托起来 戳中国人下水 就充分地暴露 这个 北韩的这个政权的邪恶的本质 另外你 这个北韩政权呢 中国政府呢 就不应该再从取消和政策上指着 考虑到引导主义 只能由中国侯实协会 对他进行那个引导主义援助 剩下其余的 中国政府应该就是 对他进行制裁 贸易制裁和取消制裁 好 谢谢董事长 好 谢谢高先生 我们再来听一下天津张先生的电话 张先生你好 请讲 喂 请讲 喂 好 那个我说一下 就是刚才那个 我特别同意那个 马先生他那个讲话 这个我首先就是 现在感觉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中国所谓共产党政府 现在可以说是 从理论上到世界上的一个彻底失败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朝鲜可以说 它是在中国一手扶持下发展起来的 对吧 发展到今天以后呢 所以说共产党这些 从理论上什么共产主义也好 什么什么 唇齿相应也好 什么什么 就鲜血 年长有益 都是 统统都是狗屁 对吧 现在又发明了一个什么 什么中国特色 什么中国特色又有什么目的 你目的是什么呀 对不对 所以他只能提此各方面 各种各样的口号 没有一个可以落实到实际当中来的 对吧 我先说到这吧 好 谢谢您张先生 张先生又谈到一个什么中国特色 我们倒没有听说过这个 在中朝关系方面有什么中国特色 那么马鼎胜先生 您刚刚表达您的这个观点 您觉得您的这个观点 如果要是在中国的官方 或者这个领导层看来 有没有有多大实时的可能性 咱们就说说可行性 就是说朝核问题发展到最不堪的时候 中国要有一个什么准备 就是说他真是发动核战争了 或者这个核恶炸已经到了这个西方不能忍受要动手的时候 中国就要考虑了 如果这金家王朝倒了 或者是大变 那么中国应该怎样保存自己的一个国际的好的环境 那我就说应该和美国联手 就如果美国想用这个外科手术 拔除这个北韩的核武器 那么中国可以联手 因为中国有地利啊 他近了 他一下子就会过去了 而且现在就可以派特工潜入到那里 用这个经济的办法 在那里就是已经部署好了 所以可以抢先 起码就是和美国同步 把这个朝鲜的核牙齿拔掉 那么在新的这个朝鲜政府当中呢 中国就有一席地位 就不会变成这个仇华的 或者是这个反华的一个新的政府 在这一点呢 中国应该有这个充分的准备 如果他没有这一个准备呢 在这个新的这个朝核问题的变动当中呢 会相当被动 那时候呢 才是真正的就是压在压路江了 而这一步呢 中国是可以做的 这中国往往没有这种先见之明 这个国际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我要有什么应对 那个应对是硬打硬打 实打实打 这些特种兵就用在这个时候 我想中国军方 我所认识的一些中国军人 他们是有这种思维的 但是按你说 在这个常委当中 有没有发现什么样 有没有这样的这个计划 一动动起来马上可以动 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如果没有的话 那中国在可见的将来 在东北亚这个排局里边会失分 好的 刚才海涛呢 多多少做了一下分析 说这个常委里面呢 张德江呢 至少他在朝鲜留过学 他做了一下他的分析 您怎么分析 我还是继续问您这个问题 您觉得 刚刚可行性您谈了 这个到底能行还是不能行 留学的问题呢 我倒觉得习近平呢 作为这个访问学者 不是很高级的访问学者 也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 他对这个西方呢 应该有这个感性认识 他比这个张德江 在朝鲜留学 这管用的多 因为张德江呢 他也就是一戒的事 不会再做十年 他在这个几堂尾当中呢 也不是真正这个拍板子 所以这个习这个人呢 大家现在还没看透 到底他会怎么样 很多人呢 都一个判断 就是习这个人呢 比大家所想象的要复杂一点 现在从事实上看来呢 有点这个 打左灯往右转这个意思 你明白吧 马先生有一个问题 就是您提出您这个观点 最近呢我们也采访了一些北京的专家学者 比方说我们找到了这个杨夕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杨夕宇 他们专门研究 朝核问题 今天上中央电视台 我们还找到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郭先生 他也是在这方面的专家 不过据我们从这些专家 还有外交学院的书号啦 还有一些专家 他们都看了就是说 现在呢不能完全把这个朝鲜给抛弃了 而且就是比方说郭先生也好 杨夕宇先生也好 他们认为现在这个朝核问题的解决求在朝核方面 而且特别求在美国方面 美国应该负起责任来 是好像这么一个矛盾 这么一个冲突 应该美国来出头露面也好 承担责任也好 自我检讨也好 反思也好 反省也好 是你们美国方面的问题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他这种观点有点自相矛盾 一个就是说中国不要抛弃朝鲜 这个观点呢是不存在的 因为朝鲜从来都没有属于你 你怎么抛弃他呢 他所干的事都是违对你核心利益的 你根本管不着他 你能干的事就是给他钱就完了 所以这首先的命题不成立 再有一个呢 美国是朝核问题的最大的庄价 我认为这是坐庄 因为美国在这里的力量最强 这世界是没什么道理可讲的 确实美军美国的经济 美国的政治影响力在东北 那是一个领军 所以他是这个头 很多事情的发展是看他的颜色 美国现在是最高兴 这个朝鲜一步一步走向核深渊 如果朝鲜真是玩这核军队竞赛的话 他很快就会像苏联一样拖垮 这是死定了的 所以美国并不在乎他那点 看不上眼的什么所谓核武器 但是中国不能因此就放弃 他在这方面的主动权 他主动权刚才说了不就是给钱吗 给粮食吗 给油吗 你通过调控这个法 你可以有一定的发言权 老实话 发言权就那么一点了 甚至如果你要是有这个军事主动的权 那就更好 但是现在看不到这种军事主动性 就是中国在朝核问题上 在军事上面有所作为 我们根本看不到 但是在物质上面在经济上面是看得到的 是在做一定的努力的 那么希望在可见的将来打经济牌 打得聪明一点 不要这个赔了死了又折瘾 好的谢谢马先生 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留给海涛 你做一下这个回应和总结 这个中国和这个朝鲜的关系 特别是经济上的关系 朝鲜的依赖性非常大 朝鲜对外贸易中 它的合法收入当中 大概有70%是来自这个中朝的贸易 那么一年也是比方说15亿到30亿美元 这么个 而他自己通过其他的渠道 卖武器啦 卖假烟啦 卖假币啦 等等渠道 他也能得到大概5万到10 5亿到10亿美元 这么相当大的 在他的外汇收入当中占的相当大 如果这中国真的像马 马解胜先生说的呢 给他断粮 比方说每年给他10万吨油啦 几十万吨粮食啦 给他这个一断 那是占这个朝鲜的他的生命线当中 占的非常大的比例 如果中国这么一段 朝鲜真是难以为止 维持不了几天 好的 我们看到我们的线上 还有几位这个听众观众 打来电话在等候 不过我们这次节目的这个时间 就到这里结束 非常遗憾 不好意思 欢迎您下次继续参加我们的这个讨论 我们再次感谢远在香港的马顶胜先生 还有在我们演播室的海涛先生 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 同时也感谢您的参与 讨论中呢 诸位发表的都是个人的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和VOA卫视 稍后呢 请您收看VOA卫视其他精彩节目 不要走开 作为的迫害 其实是对它长期迫害的延续 在图上呢 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 行车和行车在往来 两岸呢 这个八年冰封 现在容姐只是小孩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 直接战斗的事实 得不到法律 这种药物是香港这样的地方 the waters that are legitimately there 欢迎回到VOA卫视现场 现在是解密时刻时间 中国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 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饥荒 在数千万民众十不国府 在饥饿中死去的同时呢 各级的官员状况如何呢 在这场充满欺骗的灾难当中 各级官员们是欺骗者 还是被骗者 那种流传甚广的 把这场灾难归咎于 三年自然灾害 以及苏联逼债的说法 是否又能够站得住脚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解密时刻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生的调查 和相关史料都表明 如果说这场灾难的原因 包括人祸的因素 各级官员则是人祸的始作用者 地方政府根据高层指令 反满产 反私分 在广泛缺粮的情况下 加紧粮食争购 农民的口粮也时常成为争购的对象 以河南信仰为例 当地农民1959年全年的口粮 就只剩下100多斤 仅够吃三四个月 饥荒随之而来 反满产私分到基层来看 就是很残酷的 就是开国种会 就是生产队长会 会计会 就报 你这个瞒多少 缠多少 如果不报的话 就挨打 掉下来打 甚至打死人有的事 这国地都要这个情况 当然这反满产私分的 刑罚是很多种 几十种刑罚 不仅如此 由于中共领导层当时认为 粮食要吃不完了 还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 这无疑给后来发生的大饥荒 雪上加霜 面对日益严重的饥荒 中共高级官员层层五干死 隐瞒事实真相 四川省省委书记李景全 就在当地饿死人已经相当普遍的情况下 依然我行我素 甚至连中共中央调整农业激进政策的文件 和毛泽东本人给地方各级官员的相关信件都扣住不发 李景全他是最从根本上了解毛泽东的思想 他说毛泽东这句话并不逮捕他的实质思想 他实质思想还是要共产主义 还是要快 还是要试探 所以我们母亲在亚宝 所以亚宝罗伦会议 我说他的亚宝要对了 大受斩户 罗伦会议他到了政治上收获去了 所以他就提了政治局委员 河南省委书记吴志浦 也是积极推动大跃进政策的一位地方大员 吴志浦放威星是最早是后来放威星放出来的 一不是新洋粮食产量 原来是应该多少斤 报了70万斤多少万 我素子不记得吧 这是地位书记说的 但专员是比较实在的说30万斤 后来吴志浦让P那个专员 还会批评他的友情 后来吃问题以后 李先念他们去看后来 吴志浦说专员就受苦 讨厌所里边说我们都知道了 吴志浦说 吴志浦一假装说 我当年怎么样的 我不知道 专员马上说 真不知道是你让P的吗 他不吭气脸上马上红了 李先念说不要说不要说了 在大跃进期间的1959年 毛泽东曾经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随说 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 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 随后出现的大饥荒 自然让当局感觉到事态的严重 然而中国官方一直回避承认人祸 在这场灾难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直以三年自然灾害来称呼这场大饥荒 其实官方数据显示 1959年到1962年期间 并不存在格外严重的自然灾害 是常年 不是常年 都有在 门年都有自然灾 那就是常年 平常年纪 此外 中国官方还把那几年的困难情况的部分原因 归咎于苏联的一战 根据史料记载 苏联当年不仅没有一战 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 1961年2月27日 苏联领导人克鲁祥夫致函毛泽东 提出 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 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 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 并且表示 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的货物 可以分5年偿还 不计利息 1961年 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提议 中国向苏联借了20万吨粮食 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中国还对苏联表示 我们永远珍视 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 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 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熙 在1999年出版的 《十年论战1956到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说 苏联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 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 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 解密时刻 大饥荒 谁骗谁 完整版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VOA 我也是节目的全部的内容 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的建议 欢迎您寄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VOA新闻at gmail.com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克罗地亚 斯沃尼查尔地区的 狂观节上 当地男子戴着妖魔的头罩 迎接春天到来的情景 我是萧寻 请代表美国之音VOA卫视 全体同仁 祝您晚安 请代表美国之音V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